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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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機溫定器我試過很多支 DJI,智雲,FuVision MOSA,每一支都差不多 表現都不會相差太大 不過唯一的問題 就是重量 體積始終都比較大 收納就有少少麻煩 不過今天我試這支穩定器 在設計上有不同的突破 就是這支 這支是MOSA新出的Mini S 開箱看看 開箱後會看到一疊說明書 還有一支迷你三腳架 基本上MOSA每一支自拍棍都會送 這裡有充電線 是USB Type-C 還有一個布袋給你收納之棍 還有一條Micro USB 去3.5mm的快門線 讓你在不用薄藍牙的情況下 都可以控制到手機的快門 下面就是今次的主角 MOSA Mini S 手機溫定器 它用了一個扭接式的設計 所以令它的體積縮少了 如何打開它呢 很簡單 上面有一個扭接式 然後再扭向上 就會看到一支平常的手機溫定器 另一個獨特的設計 就是手機夾位 平常手機的尾部 多數會頂著TULE摩打 但是MOSA Mini S 把TULE摩打移後 廠方聲稱 不需要做任何微調的情況下 都可以直接使用手機溫定器 操作介面方面 上面有一個控制方向的Joystick 可以讓你上下左右 去控制手機的拍攝方向 下面有功能方向鍵和拍攝鍵 左邊有一個開關鍵和Type C 插電位 左邊有一個上下鍵 可以控制Zoom In Zoom Out 或者Focus 後面這個鍵 可以控制不同的Follow Mode 或者按兩下回回至中 另外我發現這個穩定器的TULE Angle 是比較有限的 當我去到最底 手機的底部是會頂著 橫向的穩定軸 所以不可以讓手機繼續扭下去 做不到低炒的效果 Mini S 亦提供了Inception Mode 只要向下按三下 手機的鏡頭會向上 然後可以做一個旋轉的效果 但受制於PAN Moda 並不是360度的轉向 所以限制了扭動的角度 Mosa 的手機應用程式 除了可以拍片拍照之外 亦都可以做到Timelapse Motion Timelapse 以及慢動作等等 而在Android的拍片模式下 它是可以支援到4K的拍片解像度 它亦都支援物件追蹤模式 只要你在手機豁著你想追蹤的物件 穩定器就會自動調校角度 做一個追蹤拍攝 MO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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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